在這麼多年,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覺得只要人與人之間的緣分 只要你不要放棄 你真的肯踏出一步的話 你跟她的緣分是會拉近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較早前 我們分別跟她們三位… 因為很難約她們三位 我們分別跟三位… 視像也有,突擊她們也有 約出來那邊也有 跟你們做了一個簡短一點的了解 我們就問了三位 究竟對方的缺點和優點在哪裡 山中,你先說優點吧 誰說你是優點 第一位是說成熟了,說你成熟了 肯定是她 真的很熟悉大家 你怎樣形容她也算是對的 對的… 我其實很想聽她成熟了 跟她割席了多少年 兩年… 一路在分開那段時間後 再… 特地…不是特地看電視 你有沒有留意她的消息 其實主要是看… 不知為何我看劇,我喜歡看劇 對,進步了 然後有時在社群網站 有時朋友圈看到的 在那邊跑就跑 然後我想,你在這幾年在成長 對… 一直就… 你心不放棄什麼 心不放棄,身體就會跟隨 我經常看到這些事,我開始忍不住看 第一年可能不看 一邊看就看了 很生氣 也不生氣,也放下了 但已經分開了 是 但第二項,是好的 我一天是我的大人 即使分開了,我看這件事 第三身看這件事 又拍了一部運動 想改變自己,增值自己 所以那一刻我感動 但無奈,我自己在看電視 或是做事很好,那件事 我就… 好,我看到你們都很開心 是 如果無法遇上你,我也希望你好 是 有時我… 我旁邊的老鏈不在的時候 即是不在旁邊 我看到譬如我裝的電影 我又不想被老鏈指示 我就說,我要面子了 我也很威風 我會忍不住,流了眼淚 這個緣分是…我跟他… 走不走 不知怎樣 總之我覺得是上天的安排 亦是要我們分開 要我們再有緣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快 是因為一次去旅行 在機場上 是… 真的,原來大家搭不同班機 第一,一起去東京 是 然後大家很尷尬 很尷尬 第一次見很尷尬 很尷尬 我進入,跟我太太在一起 她跟… 是早機,大家在一起 大家看會戴眼鏡那些 一起 然後大家很尷尬 說個嗨,嗨 然後… 不,去東京 對,我們也去東京 我就進入了集 我沒有回答 然後她又沒有回答 然後我跟老婆說 我們會否跟班機 是 說不說話好呢 心跳加重 然後你們不知道 另一方面我是不知道是不同班機 說不說話好 大家都有不同的東西 誰知是搭不同班機 我飛去東京之後… 我又在裝,機器又在裝 她在這裡,又看得到,幸好 去到東京之後 我們去了雙巾 先進去溫泉線 他們就留在東京 然後我老婆就說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找他們 有沒有機會我們在東京吃頓飯 是呀,太太提出 是呀,然後… 我有老年的微信 她說不如試試吧 我說老年,你們走還沒有 我們明天回到東京 不如約家姐吃頓飯 然後過了一會 我再按微信,是她的 她發給你嗎 不,她發給你 她發給她老公 是呀 她答的嗎 她答的 她說甚麼 她說,好,我們吃頓飯吧 看看我找到哪個地方 因為當時是我老婆和我老婆 先走… 因為我回應那一刻 你發給我老公的電話 是呀 即是發訊還是訊息 訊息… 然後我回應,其實是讓我說 那一刻我已經等了很多年 是呀 其實你也想說 你也想表達自己 有機會吧 還有我想大家有一個舒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下台街 對… 可能我自己… 我不是讓你下台街,是我自己 因為始終是在外地 對 不在香港 又會聰明 香港又不同了 因為你在香港… 不知道為甚麼 她又怕有很多人在旁邊 會有狗仔隊 撞不到 會去拍照 但在日本,大家始終在外地 大家的心態旅行的包袱 心態會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怎麼喝不酒… 你知道嗎? 姐姐,你知不知道 那天你們馬上發了照片給我看 我是不知道他們這樣相遇的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 我開心得… 我們當然是指手,是嗎… 是呀,我開心得哭 這樣… 拍了一張照片 看到這張照片 我看到這張照片 連樣子都拍了 但你們兩個剛才見婚 那一陣子就還在扮演組織 不是,一見面就立即抱著 是嗎? 一見面就立即抱著 其實大家都在等那個機會 我已經等了很久 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 有一種吸引力法則 我也覺得有 因為我經常跟敏芝說 我會想著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姐姐好 我希望真的有一天可以 你一直都是這樣想 還有聯絡,我不知道 這麼多年來也有想 我相信因為我的改變 影響到她 我的改變令她覺得… 如果我還有一條蟲 我想她也不會騷擾我 我真的感到我弟弟 因為她經歷了那麼多 她自己受苦很多 而在那段那麼長的歲月 我見證到在這幾年裡 我們不找對方的時間 一邊看她的進步 是很窩心 你看著她是… 萬物奸運的 她的標誌 生活有放棄,身體就會跟隨 是呀 這件事適合在她的運動書上 你也適合在工作上 人生上 所以我也很誇張 這個弟弟,我愛你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不會失去你 她們好 山中是否曾經在公眾場合 感謝吳姑娘 就是你結婚了嗎 是呀 我結婚當日 我最記得她來到… 你很害羞 她來到… 她拿著一個很貴的H手袋 是 是扔開她 然後衝過來抱著我 是 她終於看到我 就是這一刻 然後我們又斟茶給她 我想她說這句話是… 就是物質已經不重要 對我來說 我甚麼都可以脫掉 我就要見證你結婚那一刻 甚麼都不需要 我只要你 其實我是一個很重情義的 是 我有一個很重感情 特別是… 總共我 我認識了我這個太太之後 我就更加…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我更加會… 就是更加會珍惜 我身邊的每一個朋友 就是像敏芝所說的 她是很懂得照顧別人 很願意幫人 我會盡量做到可以… 安靜所有的朋友 我希望… 我所有的朋友都… 是有好感情的 我不希望每一個人有… 因為這樣… 因為人與人之間很奇怪 很容易有少許心情 我盡量去滿足我的朋友 只要她開心 我就開心 大過了 所以我會很珍惜 在台上我會說 在這麼多年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就覺得我只要…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 只要你不要放棄 你真的肯踏出一步的話 你… 你和她的緣分是會拉近的 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經常覺得 只要你肯放棄一步 放棄自己的身段 你肯爭取的話 我覺得你會爭取得到 我過去的經歷是令到我… 改變了我的人生 令到我更加會珍惜 尤其是我現在結婚 我會更加珍惜身邊的一切 包括事業 家庭親情 友情 所有東西 你我不會讓我看 拿到地下 就能改變 你讓我開動 你讓我正在… 多久 我真的не要 我還是來 我還沒看 你哪